香港经济对中共命运的关键 这里面至少有三点 第一个呢 因为现在已经被融入大湾区了 所以香港如果失守 就是从中南海的角度来讲 香港如果民主失守 等于影响了整个东南半壁 包括大湾区 就是中国14.5%的经济 如果再影响到福建 浙江 上海 那就更不得了了 那么香港因为一向来 这30年来作为中共整个搭世界 搭西方经济秩序变车的一个 主要的一个金融 还有包括洗钱的枢纽 那么这个地位如果失掉了 那么对整个中共命运来讲的影响 就冲击太大了 第三点就是 香港是中共对西方的 对国际社会的一个门面 那这个门面呢 现在如果污染了那就很严重 那这整个情况下 势必会影响到台湾的这个状况 那我这里可能要从这个比较大局 比较高度的这个视野 来看这个问题 来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从台湾的观点来看 我们现在要知道 我们看着香港 我们看着美国对中国的这个经济围堵 其实这里面很多人用很简单的阴谋论 来解释这个问题 然后把它反射到台湾的这个选举的这个状态上 我觉得这个是太狭隘了 我觉得这里面背后至少有四套逻辑 在交织 那么一套逻辑呢 就是什么呢 就是中共自己内部斗争 尤其是家族利益斗争 已经到了白日化 已经到了撑不住 他一党专政的这个地步了 这是一套逻辑 另外一套逻辑呢 就是美国对中国的这个 世纪性的大围堵 这里面背后是有一套逻辑的 那第三套逻辑呢 就是全世界从二战以来的 这个经济秩序 要因为中国的这个出现 而要产生改变 那么各个西方国家的这个 心理的内心的这个恐惧也好 顾虑也好 这个逻辑 第四套逻辑 就是台湾正内部的逻辑了 就台湾正社会内部的认同问题 还有这个比如国家定位问题 还有经济贫富悬殊 或者两极化的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四套逻辑呢 共同在发展 那这四套逻辑在未来的半年之内呢 会冲上出什么样的现象 这个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但是要严正以待 我个人认为台湾在2020到2022年之间 就这两年之间 几件大事嘛 台湾要选总统 美国要选总统 中国的习近平 能不能够连任 能不能够连任20年的20大的挑战 都发生在这段时间 然后加上世界经济的动态 那么我觉得台湾应该 就是2020到2022年 对于台湾来讲 我把它称为急诊旗 任何的康复 任何的比较长远的看法 我们留到2022年后再来看 急诊旗就是要什么 维持生命迹象 Vital Signs 就是你的呼吸 你的心跳 你的血压 所以2020到2022 台湾必须要以急诊旗来面对 那么恰巧我们的总统选举 发生在2020 所以我们也必须用急诊旗的概念 来对待这次的选举 而不是落到内部 内斗内行 外斗外行 或者别人世界在下围棋 台湾在这边剪刀石头布的这种状况 那么这里面 我想提供两点观点给各位 这两点观点 可能 对不起了 可能比较刺激一点 但是我因为是在急诊旗 我把自己视为急诊室的医员 所以我就要讲真话了 这时候对家属不能够再用什么安慰的语言 什么语言 告诉他该怎么样 该劫之就劫之 该用什么药就用什么药 对不对 所以我就要实话实说了 就是说 各位看香港的问题 香港的反送中条例 这从六月九号 其实从三月份开始 一直到现在 所发生的各种奇奇怪怪的事情 不是香港 不只是香港内部状况的这个反应 而是什么 反映的是中共内部内斗的一个印象 就反射出来的形象 要用这个角度来理解在香港的事情 你才能看到它的政治含义 以及它的长远的这个意义 那么对于台湾2020选举 各位 我们现在以为 多数人以为说这是什么 今年什么 蓝绿大战 或者蓝绿白大战 我说 No 不是 美中大战 我把它定义为美中大战 也就是说 2020 我的这一票 你的这一票 很坦白讲 不是投 我这样讲很不礼貌 很抱歉 对各位参选人 抱歉 其实本质上不是投给 姓蔡的 还是姓韩的 还是姓郭的 还是姓什么的 而是 你是要投给白宫 还是要投给 冯南海 这一票的意义在此 所以2020的这一战 这个意义在此 那么在这里面 香港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 因为本来在中共的排序上面 台湾是排在前面的 对啊 香港在后面 结果香港在后面 香港跑前面 结果呢 我以前不是提出来说 台湾的这个 要对美国 不掉队 对中国 不插队吗 结果呢 香港 插队了 插队了 但是这个插队呢 坦白讲也是一个动态的结果了 并不是说香港市民 香港人民有这种高度 或者说有这种阴谋 特地要去插队 事情就走到这一步了 所以呢 我这里只想提醒台湾观众一点 台湾社会对于香港这次的送中的事件 我只有三个字 我觉得很可惜 我觉得台湾的社会对香港的事件太轻挑了 我用轻挑两个字 为什么呢 因为政治人物把香港的送中的这个发生的事情 当作台湾内部选举的议题 在那边操作 对 而台湾社会中很多人对区域关系 对国际关系 对大局 高度不够的人 对 又把又用隔岸关火看热闹的态度来看他 这个台湾社会将来会因为这一点轻挑而付出重大的代价 我们要知道一个香港这个事情的最大意义是什么 香港在港英时期并没有民主 他有法治 很好的法治 当然完全没有民主 对不对 好 那这时候我们如果看着中国看着中共 我们希望中国中共将来还有那么一丝希望 将来有一天会往这个普世价值 往这个自由民主的方向 这当中这是很重要关键 就是黎智英到美国 他也看到彭斯 看到蓬佩奥 对不对 这个重要讯号是香港普选 对 所以香港人民现在已经 林郑月娥下台已经是 不重要 不重要了 over 就是说他已经太迟了 香港人民现在要求的是双普选 而且是真普选 对 那么我们通常从民主国家的发展的过程来看 通常前几次的所谓的普选 其实都是作弊式的 但是没有关系 doesn't matter 反正就有投票 有票投 有一人一票 从作弊会演变成真民主 那么如果香港今天能够争取到作弊式的真普选 那么以香港的法治的土壤 对 所长出来的这个民主 对 那个结实的程度 对 会比台湾的民主 对 还要扎实 对 台湾因为没有法治的土壤 所以呢 出来的民主自由 就有点放浪形骸了 对 但是香港如果出来民主 他不会放浪形骸 这是香港这次 抗争的这个最大的这个意义 那么英国当时呢 实在来讲 只能讲这一点 他考虑的没有美国周到 他在签署条约的时候 他就忘记在英国国内呢 国会里设立一个香港关系法 关系法 他有一个香港关系法 那么就不一样了 所以呢 我用这个刚才的这段话 我从一个比较高的高度 把香港的这个现象 跟台湾的这个未来 连接起来 细节我们等一下 可以再往下 我想非常关键 换说讲到 你选中南海还是选白宫 这个给台湾 是回到的省思 这当中其实汪浩在香港 你证件公司工作20年 我特别请教你 其实香港现在面对一个就 这个私募基金 这个KioBus 他已经预告 就是香港就是叫 他叫做香港无声的恐慌 就是港币连续汇率 如果崩溃 那到底会带来什么影响 第二个就是说 香港现在特殊的 香港的这种税制优惠 也就是说如果香港 并入大湾区以后 我相信很多人 大家都在担心 就是说香港如果变成 中国的一个部分 那香港原来过去的经济地位 我相信会带来非常巨大的冲击 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看到 连续汇率开始松动以后 港资开始 很多钱透过香港一直外流 这样的影响对香港的未来 你怎么看 对我在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 我先补充一下 这个范老师刚才讲的话 我有一个非常同意 就是说你看待香港问题也好 台湾问题也好 还是中美关系也好 你要把它连在一起 作为一个大局一起来看 不光我们是这么看的 实际上中共也是这么看的 有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就是中共有外事领导小组 对台工作领导小组 香港问题协调小组 三个小组都有一个人担任秘书长 是同一个人叫杨洁篪 对 也就是说中共是把这三个问题 对美关系 对台问题 对香港问题 是统一来领导协调的 他们一直是把它作为一个事情来看的 所以我们台湾分析这个事情 也是要把它当作一个事情来看 台湾问题跟香港问题 本质上是同一个问题 对 那香港具体的这个资本市场 金融市场地位的情况 你如果看一下的话 它之所以成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 它有两个最关键的地方 一个是这个资本自由流通 自由流通 这个没有capital control 资本自由流通 然后港币 手头税不扣税 对 那个鼓励手头不扣税 第二一个是它有一个英美的法治 这个特别是法治是非常重要的 那当初改革开放的初期 二十多年前 中国公司不是很多公司到香港上市吗 挂牌吗 曾经朱镕基提出两点 他为了促进中国国营企业在香港通过挂牌上市 来促进中国国营企业的改革 他当时提出两个要求 一个是说这些国营企业要遵守香港的法律 因为你在香港挂牌 你要聘任独立董事 第二你要接受香港的国际大会计公司审计 结果习近平上台以后把这两个都改了 第一所有的公司里面成立党委会 党委会高于董事会 第二所有的审计用中国国内的会计公司 不能用国际会计公司 所以就是说他是一点一点的把香港的资本市场 赖于生存的最基本制度在摧毁 所以那个治理精神就一直在松动 你最近看到突然之间掏空的公司一大堆 一大堆 所以他为什么一会儿这个公司停牌 一会儿那个公司停牌 因为都在做假账 全部是把中国的企业文化带到香港 然后上市公司做假账 然后行贿受贿 然后不光他们在中国这么做 他们现在也希望在香港这么做 当然香港的老百姓 因为长期接受英国的法律体制 这个法治的观念的教育 他们对于中国的这种文化 这种企业文化 这种行贿受贿的做法 对于这种做假账的做法 无法忍耐 无法忍耐 这个时间久了 他们就爆发了 我想这个是非常活生生的 就是你在香港 因为香港的这个改变 以前在这个之前 香港是非常有效力 很繁荣的地方 慢慢你会发现你投资香港 你的股票跌下去之后 再也不会回来了 然后有一天 你看突然你的股票跌80% 这个在过去很少发生 现在这个事情经常见到 香港现在单单 停牌的公司将近80家 在历史上 这个都是非常可怕的